谈到正念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 它来源于这个佛教的禅修这样一个传统 那提到正念 所以你会想到 什么放下 不要执着呀 这样一些非常非常佛系的词汇 那在当今这样一个变化层出不穷的时代 一个小小的病毒就能够让你好几个月出不了家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 你其实是一个血肉之躯 你是很脆弱的 但是你有很多的责任 你家里有好几个人等着你养 对吧 你公司里面还有十几个人嘴等你吃饭 几百张嘴 然后万一呢 你样样的决策都做对了 以后就有几万张嘴等着你 嗷嗷大夫的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说你怎么能够不焦虑 你怎么能够不执着 你怎么能够去放下呢 所以今天呢 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正念 你可能关于正念 你听到过了很多的词 比如说正念的七个态度 接纳 出心 放下 无为 信任 耐心 不评判 每个词都很佛系啊 然后呢 当然也都是对等 他们都是你在 后期如果你真正想去 进行你的正念练习的时候 需要去培养的态度 但是呢 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 正念呢 它其实也可以很有狼性 它也可以成为你 在创业 创新路上的一个武器 就像去西天取经一样的 那个我们去创业创新的这条路上呢 也是一样的 艰难险阻 前途未卜 所以你看这个 孙悟空 他有一个金箍棒 这样一个 威力无穷的一个这样的武器 那就连一个小屁孩 哈利波特 他也有一个魔法棒 这样的武器 对吧 所以呢 你也需要一个 你自己的武器 那在这个 用这个武器呢 你可以在这个路上面 去遇敌杀敌 遇佛杀佛 正念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武器呢 有一部电影 我很喜欢叫《降临》 它讲述了一个外星人 来到地球上的一个故事 那这些外星人呢 给地球人送来了一个武器 他们的语言 就是他们送给地球人的武器 这个武器呢 它可以打开这个时间 当你掌握了这种语言 真正地懂了它 那么你的思维方式会去改变 你就能够以非线性的方式 去感受到这个时间 不再是这种过去 现在 未来 这样的一个线性的时间 那么你就可以去预测未来 那正念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武器呢 正念它是一个 可以帮你打开空间的 一个这样的武器 那说简单一点呢 就是正念 它可以帮助你打开 你的内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当你打开了自己在的空间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见自己 你可以将自己看得更深一点 你就可以改造自己 你可以活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边 所以这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工作效率的一个专家 他叫David Allen 然后呢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Getting Things Done GTD 搞定 可能很多人都看过 那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想要有一个突破性的想法 你需要的不是时间 而是空间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正念呢 不是佛法里面所讲的 八正道中间的这个正念 那跟传统的禅修中的这个禅修 它也不是一个概念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正念 是传统禅修 结合了身心医学后的当代正念 那当代正念这个语境下 正念指的是什么呢 正念它是一种有意识的 不加评判的 对当下的觉察 那这种觉察里 它就有点像一个人的个性一样的 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程度的 这个觉察的能力 但是呢 它并不是天生的 就注定的 你是可以通过正念冥想 这个动作 这项刻意练习 来去提高你的觉察的能力 那就像你去健身房里面 不同的器械去锻炼的是 不同的肌肉的一样 那么正念冥想的这样一个练习呢 它和瑜伽里面的冥想练习 和那种让你会就是 脊柱里面伸出一道白光的 这样的冥想练习呢 它是不一样的 它是可以更好的去提高你的 这个觉察的能力的这样一种的练习 然后你可能已经 如果你已经对正念感兴趣了 你可能某一天再翻开某篇推文 是一个正念课程的招生推文的时候 你可能看到过 它有说 关于正念的效果 现在有很多的科研 我自己也有一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 在研究这个方面 你可能在这些文章里面呢 已经看到说 正念呢 这些科学研究发现 它可以帮助你减轻压力 帮助你改善你的睡眠 帮助你改善你的焦虑问题 它还可以治疗那个抑郁症 然后呢 它不单可以帮助这个乔布斯 去创新 它也可以去帮助这个领导者 提高它的这个领导力 然后呢 它还能帮助这个女人去生孩子 养孩子 然后呢 所以你看到了这样一些课程 比如说 针对焦虑和压力的 正念减压课程 MBSR 针对这个抑郁症的 这个正念认知疗法 MBCT 那还有针对女人生孩子养孩子的 这个正念分娩和养育课程 MBCP 然后还有谷歌 他们有一套正念课程 是专门针对这个领导力的 叫做SI的 这样的一个正念课程 你觉得很奇怪 怎么可以有这么多的这个功能 但其实是因为 所有这些基于正念的这些干预方法 它其实是有在去深入的去研究 你在压力 抑郁 生孩子养孩子 还有你在领导力这样的一些场景下 他有深入的研究 他知道在这些场景 他的痛点是什么 然后他进行了这个 深入的 去根据这个痛点来进行设计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针对性的效果 不是说你一个人拿着 一本书看了一下 然后看了十分钟 每天练十分钟 然后练个365天 你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的 它需要有科学的这个方法 那么在创业创新这个领域 关于正念有没有研究呢 有的 那么有没有什么 现在非常系统的 经过科学认真的这个方法 是可以去显著的 有效的提高这个创念创新的能力呢 还没有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也只是我前期的一些探索和思考 也希望大家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 然后欢迎大家后面来和我去进行 这样一个讨论 然后呢 再说一下正念这个武器 适合什么样子的人呢 首先它不适合一个 只是想要去做客体的人 那什么是客体的思维呢 比如说 你有一个员工 然后呢 你让他把群名改一下 然后在里面再加几个人 两件事 一秒钟就可以做完了 但你发现他中间隔了二十分钟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去想说 他不听我的 他是主语 不听是谓语 我是这个兵语 然后呢 你有一个合伙人 他呢 跟你有异心 他要加害于你 有这样一个风口 他呢 没有眷顾我 那这个时候 我就是这个宾客 我呢 不是做主的人 那你知道 如果你的工作 是被你的这个欲望所驱使 什么是欲望 就是你得有一个这个东西啊 你想要 然后你又得不到 他形成了这种张力 然后他拉着你往前走 你是被点招的 你是被推动的 你是一个客体 如果驱使你工作的 是你的热情 那么你就是火 你就能够点燃别人 你就是这样一个主体 所以正念这个工具呢 它适合这些 想做主体的人 你看到这个员工 的问题 你想到的是说 我怎么可以去激励我的员工 我怎么可以去团结我的合伙人 那我怎么可以去培养这种能力 去抓住这个风口 你想要做这样一个主体 你想要去做这样一个开天辟地的人 你想要去做这一个说我要做佛的人 你会想要说我要去抱大腿 那如果你要你已经是个大腿了 那你不要做这个背抱大腿的人 那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一个慧眼石伯乐的人 对吧 然后更有趣的是说呢 正念的它适合的是一个顽皮的人 你就是喜欢玩创业创新这样的一个游戏 如果你只是想要去赢 那么你赢的时候 就是你输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就game over了嘛 那我们只是想要在这里玩下去 那我们想要玩下去呢 我们必须得有一个武器 没有这个武器你就被消灭了 你就死了 你就玩不了了 所以正念的 它是创业创新中一个这样的 我们都可以使用的武器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能力不断地提高呢 从一个初级玩家变成一个高级玩家 你其实是可以解锁 正念这个武器 它不同的这个功能的 那武器它有什么样子的性质 它有什么样子的威力 其实取决于掌握这个武器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当你还是一个初级玩家 你解锁的呢 是正念的这样一个镜子的功能 那镜子是一个武器 这个女人都知道 我们经常都是要在出门之前 武装一下自己 对男人其实也是一样的 所以古人他有说 以童为鉴可以正衣冠 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 以始为鉴可以知心体 那我们在这个正念冥想的练习中 通常里面老师上课 让你做了十分钟的正念冥想 它都会有一个环节 非常有趣 然后呢 他会邀请你来去分享 你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这个时候非常有趣 因为一样的老师 如果你上的是一个线下的课程 都是在一起的 然后是一样的同学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每个人 他分享的体验都不一样 有的呢会说 我感觉好困 有的呢说 哎呀我脖子好疼 浑身都好疼 你想你做了十分钟以后 和这个疼 是因为你做了以后就疼了吗 还是因为有别的原因呢 有的人呢他会说 哎呀脑袋后面感觉生出来了一道白光 或者有的人说 我感觉我什么都没做 我觉得我很内疚 然后为什么这些人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呢 你们可能大家都知道数学啊 然后都知道这个啊 比如说线性回归方程 这个Y等于B0 加Beta0 加Beta1乘以X1 加上Beta2乘以X2 加上Beta3乘以X3 加上Beta4 X4 这个时候呢 Y它是你 这个人对这个正面冥想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 然后呢 它有很多的预测变量 它有X1 老师怎么样 讲的怎么样 X2 空间怎么样 X3 同学怎么样 X4 就是你自己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发现在一个同样一个线下的一个正面课程中 X1 X2 X3 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Y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X4不一样 因为你不一样 因为你对正面冥想的感受 其实是你内在的状态的一个投射 那你在正面冥想里面 你其实看到的不只是正面冥想 你看到的其实也是你自己 所以苏格拉底说 认识你自己 认识我们自己是一个非常大的功课 而正面呢 它其实就像是这样的一个工具 你可以去看到你自己 你为什么会觉得 哎呀脖子疼 因为你每天都服按工作呀 但是你没有花时间去照顾自己 然后你有时间的时候就去玩抖音了 你为什么觉得很累 因为你没有好好休息呀 你害怕失败 你的工作 你努力工作 你是被恐惧所驱使的 你为什么脑袋里面生出来一道白光啊 因为你自己瞎想呗 所以呢 当我们在正面里面去看到我们自己 他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是在看到那些 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不太舒服的那个部分 那你敢不敢去看自己 他取决 所以他能够决定 你是不是能够改变 那马云就有说 我们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但是你总不能消灭你最大的敌人 不能消灭你自己吧 那你是爱你自己的 你这么有责任感 这么努力 还得养活这么多人 你怎么能够忍心消灭了自己呢 所以有问题的不是你 有问题的是你身上的毛病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一个显微镜 然后呢 这个显微镜呢 它可以放大你的内在的空间 这样呢 你就可以对你身上的毛病 来进行精准的打击 而不是对你自己来进行全面的这个打击 那为什么它可以具有这样显微镜的能力呢 通常你进入一个正列冥想的课程 老师会给你这样的指导语 下面请关注你的呼吸 去感受你的一呼一息 你前面这么坐冷 但是很自然的 你会开始想其他的事情 然后不知不觉的 这些想法 这些画面 它会不断地去发展 然后突然有一刻你意识到说 诶 我的注意力 怎么没有在我的呼吸上 然后这个时候你想起来了 给你的指导语是说 不需要去评判 没有什么对错 你只需要去温柔地 再次地回到你的呼吸上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转折点发生在哪里呢 它发生在你意识到说 诶 我的注意力已经不在我的呼吸上了 我注意到了我的注意力 那这个呢 就是原注意力 Meta Attention 对注意力的注意力 那这样的一个原注意力 就是觉察力 当你提升了你的觉察力 你就具有了 打开这种空间的这个武器 那你打开了这个空间 其实你就打开了 无限的这个可能性 因为你有了这个操作的空间 那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 这个员工 一秒钟干完的事 只干了20分钟 他是一个刺激 你怎么做 这是你的一个反应 那么著名的奥地利心理学家 Victor Frank 他就说了这样一个话 在这个刺激和反应中间 是有一个空间的 那在这个空间里 有你选择你回应的力量 那在你的回应里 就有我们的成长和自由 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呢 就是空间它并不只是三维的 对吧 那当你不断地去成为了一个高级的玩家的时候 你就会能够解锁正念这个武器中的 这个造梦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我最喜欢的一个电影呢 是美丽心灵 美丽心灵中呢 他讲了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数学家 Jones的一个故事 那那时呢 他其实患有非常严重的这个精神分裂症 他会想象出来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人 比如说他的大学室友Charles 比如这个非常可爱 但是多少年一直没有长大的小侄女 还有这个给他非常酷的任务的FBI的特工 那这个电影里面最打动我的一幕 是当这个那时 他自己意识到说 诶 这样四个人 这样三个人都不是真的 他颠覆自己的勇气 一直在深深地震撼着我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 你所认为非常重要的 那些人 那些事 那些时刻 那些想法 他们不是消失了 不是死了 而是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你可以想想 如果你体会到这些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这也许是事实 但是它太可怕了 因为它需要你去完全地推翻你自己 但是 你是可以去具有这种力量 像那时一样 去看到说 诶 这个想法可能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那它在正念冥想是什么时候发生了呢 你在不断进行冥想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这些总有各种想法生起来 就像个泡泡一样的 哎呀 今天早晨的这个面包真好吃 某某某 怎么这么地顽固 然后 哎呀 我还有个邮件要回 我是不是一定要回呢 如果我不是现在一定要回 我为什么要现在想起这个事呢 然后哎呀 脚丫子好痒 所以这些念头 它像泡泡一样的不断地生起 那你如果不断地练习 而且练习得法 你是会在某一个时刻具有这样的智慧 能够看到说 哎 这个想法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它可能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想法 那当你在正念练习中 不断地培养了这种回到当下的能力 你其实就像这个攒积分一样的 当你能够看到这种梦境 当你能够看到说 我在做白日梦了 这个积分攒够了 当你能够区分你的瞎想 和你的这个 和这个真实世界的区别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你的积分 去兑换到一个 像这个盗梦空间里面讲的 这样的一个造梦机 那你拥有一个造梦机 和你被造梦机生产出来一个梦境 它是完全不同的 当你被生产出来这样一个梦境的时候 你活在你的梦里 你相信你所有的想法 你跟着你的想法 跑得不知道多远了 然后本来要做十分钟的正念冥想了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但是如果你拥有了一个造梦机 你就是一个主人 你是可以多次地进入梦境的 你需要进入梦境 因为你需要知道 大家的悲欢离合 苦乐哀愁 你才能够知道他们的痛点 创造出符合他们需要的这个产品 你才能够一起玩下去 跟他们一起玩 而且有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你也容易迷失在梦境里边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你已经看到过现实 所以你知道如何区分梦境和这个现实 你会在这个某一点的时候 你突然意料到说 我怎么想其他的事去了 我怎么在梦里 然后呢 这个觉察力就成了你的转折点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去选择 你是否要回到现实里 那我们为什么要回到现实呢 就像你为什么要去进行敏捷开发一样 我们总是在这个 用我们无限 这个非常非常有限的智力 去解决这个有无限变量的世界中的 这个困难的难题 那而且这个世界是在不断地变化的 上一秒的真实 下一秒就不再是事实 所以你需要不断地推翻自己 不断地去重新再来 当你知道说 我认为的一切都有可能不是真的 那你就可以真正地去回到当下 回到现在 从事实重新出发 来去进行你的敏捷开发 那这就是一个造梦机 带给你的现实主义 非常有趣 它是一个对立的 所以今天差不多就会讲 正念的这样一些非常有趣的功能 那正念呢 它其实也是 东方古老的智慧 和西方现代的科学 汇聚的一个产物 它可以是佛性和狼性 相融合的一个产物 因为在这个变化多端的时代 它其实也是一个放新的产物 那变化这么快 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 想去守护的东西 所以就像我们投入这个战争 其实我们是为了去找回和平 就像有的时候你发现 即使进到庙里面 迎接你的是非常和蔼可亲的 这个弥勒佛 但其实站在它两边的 是思维面目非常猙獰 然后手持各种武器的 护法金刚 所以美好其实是需要 那个守护的 然后你需要了解美好 因为美好也是你的顾客 也是你的用户 他们所追求的 那最后呢 我想祝愿大家的呢 就是希望大家赶紧拿起 正念这个武器 然后守护你所 想要守护的 然后呢 一起在这个游戏里边玩下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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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